Hello 大家好 我是艾迪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爱喝葡萄酒的酒鬼 大多数都听过自然酒这件事情 但自然酒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很少人能把它说清楚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讲讲 自然酒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中肯地分析一下自然酒的优点和一些缺陷 最后我会带大家一起来测评一款自然酒 话不多说 起飞 大家好 我是艾迪 欢迎来到艾迪的微醺酒馆 花刀七分 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者 那首先什么是自然酒 自然酒没有一个法定的死定义 所以才会使得市面上的自然酒质量 参差不齐 雷区满满 自然酒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修涂了跟没修涂的区别 修涂了就是我们平时在市面上买的传统胡桃酒 没修涂就是自然酒 自然酒的核心就是尽量减少人工干预 说人话就是让它自生思念 我总结了以下四点去区分自然酒 第一要点就是摘葡萄要用人工采摘 是为什么自然酒的都是一些小酒庄在做产量会比较少 第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无添加 在这里不仅指的是在种葡萄的时候 不加一些沙虫剂 还只在酿造葡萄酒的时候 不添加任何的酸糖 人工酱母 人工味道添加剂等等等等 那我要在这里爆一个小料 我们平时喝的葡萄酒呢 法律上是有72种添加剂是合法添加的 所以大家买到便宜的葡萄酒的时候 你心里先别高兴 有时候呢你带回家的是一瓶添加了无数化工添加剂的葡萄酒 第三点呢也是自然酒里面最追捧的 就是添加少量的二氧化硫 或几乎就是不添加二氧化硫 你可以想二氧化硫呢 其实就是一种防腐剂 但是呢少防腐剂不一定全部都是好处 等等呢会细说为什么是这样 第四呢就是不过滤酵母或者是酒渣 讲完了自然酒的四个要点 我相信大家对自然酒大概都有一个概念 但是呢自然酒的优点和缺陷又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自然酒这阵风之所以可以这么的吹起来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品 那确实相比起传统的葡萄酒 它的无添加跟少量的防腐剂确实是比较健康一些 很多人呢也反映喝自然酒呢第二天不会头痛 也没有什么宿醉感 但是呢不代表自然酒它就是对身体好 酒精还是酒精 它还是一个小妖精 第二个优点呢是我觉得自然酒大部分价格都很亲民 很适合那些想入门葡萄酒的人去尝试 但是在这里也有例外非常著名的菜刀就是很贵的自然酒 资深酒鬼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说完它的优点自然酒又有什么缺陷呢 它的缺陷就是难以做到苦极跟大产量 我刚刚讲的那些什么在种植的时候零添加 酿酒的时候零添加等等等等 这些呢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种做法呢就是有一点吃力不讨好 不是有很多酒庄会去做这件事 而且我发现我早上去买自然酒的时候 我还咨询那店员 我说哎你们这自然酒是不是卖的特别好 结果呢根本指了指货架上说 哎生这么多你觉得呢 他觉得大家呢没有很接受自然酒这个概念 所以那些货呢有点卖不出去的感觉 第二个缺陷就是我刚刚讲的少量防腐剂 那大家都会说少量防腐剂它其实是个好处 怎么会是一个缺陷呢 那少量的防腐剂呢就代表自然酒 它不可以保存的酒也没有什么成年的潜力 就是因为防腐剂少 它对储存还有运输的条件都要求很高 因为它酒本身就非常的敏感 很容易变质 那我的建议呢就是如果你买了一瓶自然酒 我会建议你在买来的那一天半年内把它喝完 说了这么多关于自然酒了 那自然酒是不是就一定好喝呢 我今天呢就买了一款自然酒 我们来一起尝一尝味道 今天选的这个呢是来自加州福雷酒庄的藏香丝 他们家这个品牌呢占据整个货架的一大半 我觉得可能踩雷的几率会比较低 价格呢是12刀左右 那为了解答我自己的一个疑惑 我决定呢选一款也是长香丝的传统葡萄酒 来跟它做对比 看看会不会差别很大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自然酒长香丝 怎么说果香不是很奔放 酸倒是挺酸的 而且没有什么酒感就是很清新 有一股酵母的味道 我们来试一下传统的长香丝味道 这个明显果香呢就丰富的很多 我觉得复杂度呢还是传统酒的复杂度比较好 我觉得自然酒它真的就是就喝是可以喝的 但是呢我觉得从复杂度还有口感来讲 还有酒精度 传统酒呢还是比较胜于一筹的 主要它没有什么回味 就是回味就是有点水水的 我觉得12刀买这样质量的有点亏 希望看完这期节目呢 酒鬼们对自然酒有一个大概的概念 你有任何对自然酒的感受跟想法呢 或者又是你喝过一些好喝的自然酒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以后呢我也会多多留意看 有没有好喝的自然酒去喝 然后推荐给大家想看的点赞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三连一波下期节目我们再见